我們決定,免與勉強的免 免與同意,管周明教授 擔任台大校長 今年是12月24號 今年是月旦夜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原來教育部長岳俊隆這個開頭 為這場計程會埋下了很深的梗 他現在扮演了很切副副的教育部長 一直猛批台大領選委員會的故事 領選委員會如果確於在程序問題上 去做明確的表態 結果切副副約40分鐘後 教育部長立馬鈴鐺變成了聖誕堂皇宮 聯宇同意管周明教授 擔任台大校長 讓台大到今天也近551天沒有正式校長 也讓管周明破選後 累積300多天的卡關 終於獲得獎號 不過這個勉強的勉 勉與同意 是有淡數的 但是 但是 我們非常強烈的要求 台大必須在三個月內 針對 此次大學營選過程當中 所產生的 程序上的瑕疵 以及過程當中的爭議 三個月內 對外充分說明 也向教育部報告 記憶管周明 最快何時可以上任台大校長 我們今天做出這樣的決定 那台大一方面 一方面可以 自己 這個思考 然後提出 校長 新校長就任的時間 台大前校長翔看詞 在去年6月21號卸任 校長林選委會 在今年1月5號 選出管周明為姓校長 但是當選後爆出 管周明當時沒有揭露 兼任台灣大讀董 和林選委會之一 時任台灣大副董蔡明星 有利益衝突等爭議 教育部因而拒絕聘任 教育部期間 也則準的判文中 不冒昆良被部長 台大內部也分裂 民間卡管 晚館聲浪對立 據了解 葉俊龍要開計程會之前 行政院長賴清德 還希望葉俊龍 肯正思考 沒想到 葉俊龍沒有向行政院發揮下 率領兩位次長 竟致召開計程會 宣布讓管周明首頓 行政院發言對此事情表示 若真的已做成決定 希望教育部能儘速對外說明 總統吳則指出 總統蔡英文尊重行政院 對這個案子的態度 不過 各界對於教育部這個決定 則是有不同的反應 今天情況這個決定 我還是給予肯定 跟大學的敗選有絕對的關聯 表示說這裡面有太多太多 你有太多政治的影子過來 那台大有瑕疵 那也是比例問題 像很多委員會 會有疑慮 意思就是說 未來就是各個學校 如果都不照程序 不照規定 那過去講的下次 你要幫我們解釋 我覺得這個決定要認賠殺出 認賠殺出 就是他已經凹不下去了 他竟然決定要有個面子 而已啦 民進黨是當中啦 不分智慧啦 因為管周明那個其實就是受的啦 所以他不能堅持啦 因為我目前還沒有取得管周明的回應 你好 你好 管校長嗎 是不是 連他的主意也非常低調 不願做出任何的意義 他應該是比較隨和的人啦 他出路啦 他會打個招呼吧 台大則是發出聲明 推薦交流部 最重落實大選事局 而注重台大私政的權利 對交部所提出相關正義改善報告 台大禮當盡見 正在未來加以改進 並提出相關的報告